大家好,我是小妍 很多人调出来的韭菜鸡蛋馅儿总是出水,韭菜发黑 馅料吃着也不鲜美 今天给大家分享调韭菜馅儿超简单的方法 这样调出来的馅料,味美不出水 准备一个空碗,根据家里的人数打入适量的鸡蛋 把鸡蛋液搅拌均匀 锅里面多倒点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鸡蛋液倒入锅中 用筷子进行搅拌,炒一个鸡蛋碎 把鸡蛋炒成这样的碎状就可以了 先把鸡蛋晾凉 准备一把韭菜,已经洗干净晾干 把韭菜的根部去掉 再切成韭菜碎 其实韭菜的根部最容易藏黎沙 而且洗的时候不容易洗干净 所以提前要切下来一只 切好的韭菜放入晾凉的鸡蛋里面 大碗里面放入一把干木耳 倒入少量的清水 放入一勺小苏打 用小苏打泡五分钟再清洗 木耳洗干净以后 向里面倒入开水 放入一勺棉白糖 这样可以缩短木耳泡发的时间 搅拌均匀,静静的等待十分钟 看木耳已经泡了十几分钟 就已经泡得很大一朵 然后放在菜板 把根部去掉 切成细丝 再剁得碎一点 放入韭菜里面 里面放入一勺香油 翻拌均匀 调韭菜下不用放太多的调味品 香油可以提味 也可以锁住韭菜的水分 凹饺子之前 再放入食盐调味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其他的调味料什么都不用放哦 如果放太多 就掩盖住了韭菜的鲜味 像这样调出来的韭菜馅 一点又不出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出来的饺子味道很鲜美 如果你喜欢 就收散起来试一试哦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